为了提供新锐编舞家创作的空间和平台 编舞家周舒逸从2011年开始就开办下一个编舞计划 今年以纯为主题 八位不同背景的新生代编舞家各自诠释纯的定义 建筑系背景的编舞家他们理性思考 他们在台上即兴试问答探讨编舞家和舞者的关系 还有哲学系背景的编舞家他们聚焦在女性议题 新舞者们的表现精彩而多元 我自己觉得纯是一个相对论 就是你要有不纯才可以去对比那个纯的存在 我把纯把它就是规范在一个我觉得是pure的这件事情上面 一个是回到自己到底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跟就是回到自己本身 一个是回到编舞这件事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纯又舞蹈团队周先生主办的下一个编舞计划 邀请八位编舞家用肢体语会各自演绎 我想问你现在是33岁 你觉得你是一个老舞者 透过舞者与编舞者及新式的问答探讨两者间的关系 表现方式充满实验性 这是谢杰化的作品舞者与编舞者 每天问的问题 舞者的反应跟我们的方式通通都不一样 可是就是试着在这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过程中 去那个 即时的去找到我们这个人 就是我们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以及到底这件事情怎么样可以在一个 我的脑袋或是编舞者的input里面 去把这个编舞这件事情找出来 刘燕成的作品《再见把兔子》 则是将生活中的琐碎片段重新揉捏边境舞作 《再见把兔子》 如果就是直 这是意思的翻译 可是如果是音译的话 就会有点是去斯巴尼的谐音 因为我本来的作品名称是去斯巴尼 是用德文配英文合在一起 在舞作的过程中 你可以看到两个人不停的推进 就像我们存在在这些社会里面 其实我们的地位 或是我们能拥有的东西 是靠着自己不断的 不管是努力 甚至是抢夺 甚至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可以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有着哲学系背景的苏品文 则是聚焦性别议题 其实在看待一个 好像有一些标签 或者是有一些符号 形式化的一个身体的时候 你有时候你很难 说自己是那么纯 或者是那么不纯的去 看待一个这样的身体 但是以我来说 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其实是尽可能的 想着就是我很单纯的动身体 所以我不太知道 就是观众最后到底能不能接受到 关于那个动身体的纯的这件事情 2011年开办的下一个编舞计划 今年以纯为主题 是周舒逸这些年 对台湾社会变化的感叹 也是他想抛给编舞者的疑问句 那时候我在提出纯的时候 我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很社会的 一个是还是属于舞蹈的 那在舞蹈上的纯就是 我常常在想说 一个编舞者 当他真的知道 他自己在追求什么的时候 也许他就找到 他心中的那个纯了 八位新生代舞者 八支风格多元的舞作 一场多样性的舞蹈演出中 找寻当代舞蹈的新观点